受到新冠肺炎疑抢 桃園市大众运输工具的运量大幅减少 尤其是行之有年的免费公车 由于路线重复新高 有的载客人数还少于三人 桃園市交通局经过评估后 将自5月1号起停驶10条的免费公车 那这10条免费公车路线呢 分别是这个L301 L315 L316 还有L328 以及这个L509 L510 还有L702 L710 L711 以及L719 那么这10条的公车路线 交通局指出路线重叠会抢时客员 行程市府出钱让免费公车 与补贴公车互打的乱象 另外班次搭乘数过少 有班次仅有一人搭乘 以致补助经费过高的情形 因此才撤了部分路线 但对通勤民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部分的这些免费公车呢 它的路线呢 确实跟一些市区公车 做很大幅度的一个重叠路线的状况 甚至于这一些市区公车呢 都还领取市政府的一个补贴的这个状况 那么也形成了市府呢 双重支付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重复资用 针对这样的一个重叠度过高 补助费用过高 但是搭乘率又很低的路线来做检讨 那民众呢 也可以透过这些有其他的这些替代路线来搭乘 那么对于通勤通学的这个行的需求呢 也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5月1号起裁车的10条路线 都有相对应的替代公车可以搭乘 不会影响民众的通勤权益 市府也推出市区公车买一送一 学生进劳卡等优惠措施 让市民朋友搭车无负担 记者在维一投影报道